华尔街日报,中共黑客多次攻击美国海军承包商,据华尔街日报周五的报道,中共黑客多次侵入美国海军承包商的网络系统,盗取了包括导弹计划在内的大量机密信息报道,趁黑客在过去18个月里多次入侵,以收集情报,破坏网络系统,和盗窃知识产权受害者,包括各种规模的承包商。 一些规模较小的承包商,难以投资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,黑客还攻击了拥有军事实验室的大学,这些实验室开发的先进技术,可用于海军或服务其他部门。 虽然大多数的黑客攻击涉及盗取机密,但美国海军官员,趁中共还希望证明,即使无法与美国军舰或飞机交战,它也可以构成一种不同类型的威胁。 报道人引知情人称,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在Richard Spencer,以下令对网络安全漏洞,进行评估。 初步评估结果证实了人们的担忧,并为海军作出回应,奠定了基础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,罗布乔伊斯·Bergeuse,周二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共在美国的网络活动有所增加。 这些攻击主要针对美国的能源、金融、交通和医疗保健行业不仅盗窃知识产权,还破坏关键的基础实施。